OK Google I'm here. What's up? Buy me at lunch I am not a fool 各位老師同學你們好 上次卡洛斯第一次製作這個人工智能的短片 以及介紹了大家如何安裝一個Google Voice Kit 也都試用了給大家看 基本上都成功的 而且短片炮出來 亦都比我以前的短片反應良好 所以我今次繼續去做第二集 那今集做些什麼好先呢? 首先呢 我見到這個紙皮箱 我就不是很開胃 因為卡洛斯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我想用膠片整理它 另一件事就是很多朋友和學生問我 他說你上一集只是展示它的試驗 你都沒有將整個安裝以及軟件的設定過程 詳細地告訴我們 所以呢 今集呢 我就打算做這件事了 提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要做一個美麗的盒子 難不了我 我首先會用一個向亮的繪圖軟件 根據原本紙盒的大小 它先畫一個展開圖出來 接著將它畫好的圖樣 用激光切割機切割出來 在這裏我選了兩隻顏色的膠片 就是黃色和藍色 形成一個對比色 六片膠片都切割出來 接著就撕去那些保護貼 開始將盒砌一次出來 似乎那些筍口都很緊密 似乎那些筍口都很緊密 接著我們將原本的紙盒拆散 拿回零件出來 這塊Voice H80的擴展板 上面其實有很多位置外接零件 我為了鋪路要好控制外面的器材 無論如何都要插幾支針 去看定它 在這裏我只是用了Servo0 我一早就準備好銅柱和螺絲 首先是將Rasperry Pi 和H80擴展板 先安裝在底的膠片 第二樣要螺絲安裝的 就是揚升器 最後就是將其他的零件 好像鏡頭 按鈕 還有麥克風 都安裝了 這次我們重新銷錄一張SD卡 插入去Voice Key 然後boot機 由於第一次boot機 系統會問你很多東西 例如叫你輸入國家、語言等等 此外也會叫你改一改登入密碼 如果系統有需要 它還會更新 這個過程都需要多久的時間 製作了之後 這是一個正常的Linux系統 所以我們可以隨意 改變螢幕的解像度 或者更換Wallpaper等等 製作了一個漂亮的外殼 我們重新申請一個新帳戶 現在我們可以跟著說明書 逐步逐步去設定 但說明書呢 就是英文的 外面有些人的Google帳 設定了中文版本的 我們用中文帳去做一次 先是打入 console.cloud.google.com 進入網頁 重新開那個帳戶 要用另一個Google帳 今次我打算用SJA Maker 我們用SJA Maker的帳戶 登入了Google雲端平台 可以申請免費使用12個月的服務 首先就開一個新的專案 把這個新的專案 改名為Voice Assistant 打開專案 看到專案名稱 之後就去左上角 在這個下拉功能表 選擇API和服務 簡單解釋一下 什麼叫API API stands for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即是應用程式介面 所以我們需要開啟API的服務 進入了這個畫面 我們直接選擇 啟用API和服務 究竟啟用哪個服務呢 原來我們想啟用 Google Assistant API這個服務 於是就這樣打進去 然後啟用 去到另一個畫面 我們還要開啟憑證 就按右上角的Create Credentials 開啟了憑證之後 就建立新憑證 在這裡我們選擇OAUTH 用戶端ID 其實就是要求對方 同意你的應用程式 傳取他的資料 簡單來說 OAUTH就是一個開放手段 選擇設定同意畫面 我們給他一個程式的名稱 例如Voice Assistant 然後選擇儲存 就回來用戶端ID 選擇其他 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Voice Recognizer 建立 在這裡他就給了一個用戶端ID 不過就是水蛇春那麼長 我們要將這個用戶端ID 下載了下來 放在我們手機上 既然下載了下來 就自然在Raspberry Pi 裡面的下載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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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將這個用戶端ID 到這次的名稱 怎麼會有型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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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 Altivity Controls 加入活動控制項這個畫面 將所有活動都啟用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所有東西都設好了 我們又嘗試玩回Google Voice Assistant OK Google Where do you have lunch? I found a few locations for where to have lunch near you The first one is Alibi Wine Dine be social at Howshanggang Kongdei Si Judayan 5 Lo Sen Five 555 Shanghai Street, Mong Kok The second one is Ching Chong Kong 問他哪裏吃飯呢?要開龍鳥 跟著我們又來玩一個超級無聊的program 叫做什麼呢? 叫做 Cloud Speech Demo run program之後 最好笑的叫你先按一下按鈕 Turn on the light 又按一下按鈕 Turn off the light 是不是很無聊呢? 我按一個按鈕 又要不要去跟他說呢? 因為按按鈕 就是觸動他 叫他開始聽 所以要先按一按 Blink 不過這個是一個demonstration 就是按按按鈕 就是按按按鈕 就觸動他 叫他聽你說你的指令 跟OK Google的意思一樣 這個program呢 就看似無聊 但是只要我們呢 慢慢研究一下他呢 看看裡面Python寫什麼呢 我們可以修改到他 例如 其實你看到他在認三句說話 就是Turn off the light Turn on the light 和Blink 我們現在加上第四句說話 第四句說話呢 是repeat 重複 這樣 他就學多一句說話 待會你如果說repeat呢 他就會做一件事了 那做什麼呢? 我們在這裡 Turn on the light 原來就叫人著燈 Turn off the light 就叫人關燈 Blink 就叫人blink 我們在blink之後 加多一段 又是一段elsif 那這段elsif 就說什麼呢? 簡單來說 當他聽到repeat的時候 他就會拿走repeat 然後就把後面的字句 讀一次出來 那我們嘗嘗玩了 現在 repeat 1,2,3 1,2,3 1,2,3 你看一下 他repeat 1,2,3 repeat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OK 都可以 我說什麼他學什麼 玩一下他先 repeat I am a fool I am a fool 哈哈哈哈 還玩不到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示範了 怎樣 幫你 voice kit 做個帥仔盒 也都教了大家 怎麼註冊 這個google 雲端 也都再示範 多一兩個 voice kit 的應用 的範例 給大家看到 但是 voice kit 肯定不知道 我們都還沒把他 薄線出來 去控制外面的東西 所以 如果大家喜歡 我所做的影片 請你在下面 加個like 也都給卡洛斯 一些評語 讓卡洛斯 可以 將來再做更多的影片 去教大家 如何去應用 voice kit 去提升自己 在智能家居方面的應用 好不好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了 再見 再見